這個物質在生態系列的循環 即是第20.5這課 20.5這課呢 我們就會畫 是第35版來的 Page 35 第35版 我是誰畫東西 你很煩嗎 那 前面呢 前面我跟大家說過 我每次開播要說的 都是 我每次開播要說的 其實還有一版 Page 5 大家記住第五版是我們這課的最主要的東西 最主要的目錄 記住要塞起第五版給自己看著的 所以我一直在說 這個項目錄製的項目錄製 所以現在 這個項目錄製的項目錄製 這部分是第三項目錄製 所以我希望整個項目錄製 你覺得地球呢 那些碳的 形式會不會消失了 會不會飄走了去外太空 不會 一定會保持在同一個量的 OK 另外 原素呢 是不會在生態系中消失 但是會 改變成不同的形式 可能我們身體 將 一些飯 將一些葡萄糖 用呼吸的作用 呼吸的作用 將它分解成二氧化碳 OK So the amount of elements the amount of materials in the earth is fixed is unchanged the amount is unchanged so that elements will not disappear from the ecosystem but just converted in to other forms so I will talk about what form it may be converted 這個上次是講過的了 但是和大家溫一溫書 我亦都知道今天上課 有些同學呢 是上次沒有上課的 那我和你們再解多一次 但我不可以花太多時間 希望大家自己會回去看 好 炭循環 比較簡單的 carbon cycle carbon cycle carbon cycle 那首先呢 你知道有些什麼方法是炭會一路離開了一個物件嗎? 譬如炭在營養級和分解者之間的轉移 如果我湯了你來吃 然後你身體裡面的炭會怎樣? 你身體裡面的肌肉啊 那些炭啊 就會給了我去吃 入了我身體了 Let's say if I kill you and I eat the muscle in your body so that the carbon in your body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next trophic level me Mr.Fone as the consumer OK 就會在營養級和分解者之間的轉移 就是用摺食這個方法的 Feeding by feeding we transfer the carbon 另外 生物的屍體啊 有機的廢物等等 就會因著分解這個作用 被分解者拿了某些炭的了 他會拿了某些的炭 就會放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譬如做一些菇啊 珍菌啊 這些分解者都會的 就是為什麼會生菇 就是因為那個菇生大了 它是拿生物的屍體 拿它的營養的 OK So another point is that the decomposers will eat the the decompose the dead bodies from organisms and the organic waste so that they will they will grow the mushroom will grow the fungi will grow they store more and more carbon 好 接著呢 二氧化碳 如何進入大氣和海洋 即進入一個環境裡面呢 一個 可能物理環境 在一個空氣裡面的 呼吸作用 例如 Respiration 會把碳化碳放出 碳化碳化碳 By Respiration 這個是第36版的第三點 先看一下 如果你有書就 有書就選書 沒有書就找筆寫 第36版的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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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會 進行呼吸作用 然後將二氧化碳放出去 將二氧化碳放出去 OK 下一點是什麼 另一個 二氧化碳 它將它分解成為一些分解者 分解成為一些二氧化碳 它都會放那些 二氧化碳放到空氣裡面 這個很容易明白 這個很容易明白 好 另外生物的屍體 可能壓住在地底幾百萬年 變成化石燃料 那化石燃料燃燒就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當死的屍體 在幾百年代 一千萬年代 變成化石燃料 可能變成炭 或者石油等等 當燃燒燃燒 可能會燃燒 或石油 或石油 會發生成化石燃料 那就會進入大氣了 第三個 第三個 這個是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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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 那二氧化碳進入大氣和氧化碳 譬如有些石灰石呢 有些石灰石呢 就會有些碳酸鈣在裡面的 然後跟水中的酸有些反應 如果有讀過法學的同學 應該懂得 什麼叫做碳酸鈣的 應該是會跟酸產生反應 有二氧化碳 So calcium carbonate will react with acids if you study chemistry then you will understand and release the carbon dioxide ok 好 那為什麼 既然我們有這麼多個方法 在大氣和海洋裡面 就是放這麼多二氧化碳出去 有些什麼方法拿走 那些二氧化碳呢 那才叫做循環的 ok so when we talk about so many methods to release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atmosphere into the ocean so what are the methods that we can remove them from the air there's only one way 我只是一個方法 就是用光合作用 食物就會吸引了二氧化碳 然後呢 令到真的有循環 這件事 行不行 ok 好了 明白了 好 好 第三十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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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暗循環呢 比較重要的 2013年 DSE paper 1 b 就會有的 so nitration cycle is much much more important in the exam 那你要記一記去的 你要記一記去的 首先你看著這個圖畫 看著這個圖畫 我們會將它 有書的同學可以將它 將它 鑽上去 if you have to test highlight them if you need 找一支筆 拿著一支筆 去同學一起上課 首先 如果我今天是 午餐我是吃雞肉的 雞肉裡面有些什麼 營養的 在營養的角度來說 譬如說 如果我吃雞肉 雞肉 什麼樣子 我獲得 我獲得 什麼營養 蛋白質 蛋白質 還有呢 雞皮有些什麼 脂肪 脂肪 蛋白質 主要是說蛋白質 所以 當我們說到 紫蘋果的交換 我們常常說 脂肪 紫蘋果 是 最主要的 脂肪 對 脂肪 對 如果我吃 動物 吃肉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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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我們用攝食的關係 就可以 帶一口 到營養級間轉移 這是最基本的明白 這是第一點 來的 你跟著去 第幾點 就會 解開到 這麼多東西 不要經常 要背 你把它分類 分類 然後便會逐步明白 OK,好,放下 吃完之後,譬如有機廢物和屍體 可能是樹葉的落葉,可能是植物、動物的排泄物 它們就會放回泥土裡 所以有些生物、一些生物的生物 從生物的生物 會放回到水 OK,放回到水 FBocene FBocene 我們叫做這個 第一步 是生物的生物 我們稱之為是製造成酵素 由有機廢物轉化為安化合物 就叫做分解 用分解者做的 分解者 有筆就寫下 OK 安化合物轉化為硝酸鹽 亞硝酸鹽和硝酸鹽 這個是用硝化細粉 So ammonium compound is converted into nitrite and then nitrate How do we call this process? Denitrification Nitrification Nitrification Yes 消化 So nitrifying bacteria OK 消化細菌做消化的作用 將安化合物 將它變成一些燒什麼什麼 亞硝酸鹽和硝酸鹽 這個就叫做回到土壤的過程 Nit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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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Point3 有時候有些閃電 就可以在大氣裡面 會突然間 那麼高能量閃電 它就可以將蛋變成淡氧化物 淡氧化物就可以溶於水 就轉化成為硝酸鹽的 Nitrification 所以有時候 在自然的環境 燃氧會經常發生 而且 這麼高能量能把 Nitrification 變成Nitrification Nit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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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變成燒酸鹽 記得我們永遠有一個方法 就是燒酸鹽是植物想要的東西 食物想要的東西 先看看 OK 有沒有問題? 前面沒事的應該明白的 OK 土壤裡面有一些叫做 固淡細菌 所以這就是項目4 固淡細菌在37版的圖片 就應該找到的了 第四項 在第37項 Nitrogen fixing bacteria 固淡細菌做固淡這個作用 我們就可以把土壤空氣裡的蛋轉化為氨化核物 轉化為氨化核物 在細菌裡面 細菌當然要分解了才會變成土壤裡面的氨化核物 所以這類型的氨化核物會有氨化核物的氨化核物 在其中的氨化核物 所以他們需要氾化,要搬出氨化核物 然後放出氨化核物的氨化核物 第四項 然後後氨化核物的氨化核物變成氨化核物 固淡作用、分解作用和氨化核物 固淡就是某些固淡細菌會將土壤空氣的氨化核物轉化為氨化核物 氨化核物 為什麼會釋放到土壤裡面呢 就是因為細菌死了 分解了 就會放氨化核物 最後就要用氨化核物的氨化核物 將它變成氨化核物 好 這個 這個 剩下的點 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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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nuts, peanuts, etc, the nuts plants, or the beans, yellow beans, all these plants are leguminous plants. It's very easy to use, and then there are some固淡細菌. It will be able to turn the water into the water, and then turn the water into the water. So this kind of nitrogen fixing process 就是土壤中有這麼多膽了 我們有什麼方法拿出來呢 第一就是植物吸收了 就會少了酵酸鹽 用來做蛋白質的 So when the plant absorbs nitrate When the plant absorbs nitrate When the plant absorbs nitrate 好 我們要用從土壤中移除蛋 就要有酵酸鹽 酵酸鹽就可以吸收 然後做蛋白質 這個是最基本的移除蛋的方法 好 另一個方法就是有機會 有些土壤拋起到欠佳的土壤 Some soil just have very poor ventilation 所以存了太多的酵酸鹽 就會有反消化的細菌 How do we call this? When we have too much nitrate 我們叫這個細菌 叫做反消化細菌 Denitrifying bacteria 那它就會將酵酸鹽轉化為蛋 蛋就會飄回出空氣裡 這個叫反消化細菌 裡 придум睡覺 突然 Ihre Buddhist 朝夜菌 我飄回 behaviors 好 可以跳內 先試一下 好的 選擇 先溫一溫習 透過攝食碳從生炭者傳遞到消費者 第一題是我們學到 carbon cycle carbon cycle by feeding, carbon is transferred to consumer and decomposer we always say transfer 我們通常都會說傳遞的 不會用其他字眼 因為我們不是改了去其他碳的結構 變成了一粒鑽石 我不是改了它 我只是傳遞這個碳 二氧化碳有什麼過程釋放入大氣和海洋 Respiration Respiration 生物的呼吸作用 第二題 第二題是屍體和氧化碳 Decomposition of dead bodies and excretory products 化石燃料的燃燒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At last Limestone contains some calcium carbonate 炭酸鈣 When the calcium carbonate reacted with acids or dissolved in water Then it will release into the ocean 生產者要進行什麼 才可以移除飼養化碳 科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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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fotosynthesis carbon is removed from the ocean 第二題 第二點 就是淡循環 Nitrogen cycle 透過什麼 為什麼會傳遞到由生產者 傳遞到消費者 攝食 攝食 令土壤有多了燒酸鹽 為什麼會跳到燒酸鹽那邊 為什麼會跳到燒酸鹽那邊 比如消化細菌 進行消化 那我就可以將氧化化物轉為燒酸鹽 For example, nitrogen is released into the soil. How do we increase the amount of nitrate in the soil? For example, nitrifying bacteria will perform nitrification. The second point is lightning. The third point is lightning. The third point is lightning. Okay. Okay. There are two ways to be removed from the soil. For example, why not in the soil? Why do nitrogen nutrients disappear from the soil? Why does it disappear? For example, 消酸鹽 is being used to be able to cover. If you have used it, you can use it. It can be used to be able to make it. De-nitrification is performed by denitrifying bacteria. Nitrate is absorbed by producers 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的角色 生產者的能量流就是吸收光能 They absorb the sunlight for respiration and convert sunlight into what? 我們將光能轉換成什麼才能儲存在植物體內 We do not store light energy but we store chemical energy in organic compound 所以光能轉化為化學體能 第三點,生產者 物理循環的形式 用物理循環以無機化學物存在 在碳和淡裡面 無機化學物 The role of producer in material cycling So they will convert the inorganic compound into organic compound in form of carbon and nitrogen 行不行? OK啦 好,生產者是物質循環的過程 生產者就是呼吸作用 將碳以炎發酵 大家都會做呼吸作用的了 So this is very simple By respiration Everybody perform respiration So we all release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environment In the atmosphere Yes Into the atmosphere So consumer Transfer the chemical energy in form of food By feeding 我們消費者 消費者真的會吃掉別人的東西 就會將化學能 以食物的形式轉帝 傳遞到食物鏈以上的營養級 OK,最後 物質循環 在食物鏈裡面 以有機物的方式傳遞 碳和淡 碳和淡 消費者物質循環 又是呼吸作用 然後將碳用二氧化碳方式 放入物理環境 So Consumer In the material cycling They release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atmosphere By respiration 這只是正常的呼吸 分解者在能量流 其實沒有什麼 將化學物釋放入物理環境 以及物質循環中的角色 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有機分文和屍體 分解了 So The role of decomposer in material cycling They break down organic waste break down dead bodies and release and release carbon carbon and nitrogen into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K 分解者在物質循環 這個比較重要的 呼吸作用 以及二氧化碳 是嗎 是嗎 是 好 大家明白就好了 書第 書第四十二版 page 二 講完這個二十點錄 就放一放Bird 接著我就可以講完後面一點 page page 42 page 42 那有什麼 就是這些 其實你初中都可能學過的了 生態系的保育 我們怎麼可以令到生態系 可以繼續繁衍下去呢 How do we conserve our ecosystem so that it can be sustainable it can maintain after so many years for example point one habitat destruction when you cut the trees you perform deforestation then you are destroying the natural habitat of many organisms ok what is the impact of destroying the natural habitat 我們破壞了這個天然生境有什麼問題 天然生境是一個有什麼好處呢 天然生境 hello hello 有誰在這裡 叫人們答案問題 內蜂在這裡 街在這裡 是 那我破壞天然生境有什麼問題 我破壞你家裡有什麼問題 呃 多樣性 如果我原本有個天然生境 我可以支持到很多種類的生物的 而之後呢 你 就是 鑽著樹 可能那些小鳥沒有辦法再生存 那它 小鳥不生存 又會有其他的物種沒有辦法生存 所以 如果我們破壞了 我們破壞了 我們破壞了 降低了生物有多樣性就不好了 這些很老生常談的 我也是很多照書讀的 但是會給你看 好 中廣樹 第二點 那你出一下聲 是不是 第二點有什麼問題 問題 開發資源 生物滅絕 生物滅絕 對 某些物種 會被我們弄到 痕臨絕種 甚至滅絕了 那滅絕了 會 會壞什麼呢 其實 我滅絕了它 破壞食物鏈 對 破壞一 其實你知道生態是互相依靠的 你破壞一個 其實就是在破壞整體 無論食物鏈 還是它們的生態位 都會影響的 所以 你得要注意 到술室 這生態 原商等相好 同學 每個特殊 那些就是 遺產 一層 一個特殊 就是 其他麽 就 在加持 一種 一個特殊 一個特殊 這個特殊 一個特殊 一個特殊的特殊 一種物種死,其他物種摺下來,都因為食物的欠缺,就會死掉了 所以呢,我們不可以 我們要阻止貧林滅絕,這件事發生 OK,We have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extinction cases 好,第三個,很簡單 人類活動產生大量的污染物 那我們的污染物衰在什麼呢? 污染物原來就是消化石原料 We combust We burn the fossil fuel and produce carbon sulfur dioxide and nitric oxide which will generate diseases in the respiratory system 會令呼吸系統有疾病 和會有酸癒 二氧化石油和淡氧化物,這些溶於水其實都是酸性的東西 你可以塗一塗化學書 還有就是,人類活動產生了很多污染物 所以工業污染物通常都是有毒化學物品來的 這個,你就這樣看看其中什麼都可以做的 好,最後 二氧化碳是一種溫實氣體 它可以將月保存在地球表面 For global warming We always say, carbon dioxide is a greenhouse gas trapping the heat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So, our earth is kept warmer and warmer 我們的地球就會保持著 一種 就是越來越溫暖 因為它可以將月保存在我們附近 當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會發生什麼事? 譬如你砍了樹 或者你開多幾部車 用多點電腦,其實二氧化碳濃度都會升高 二氧化碳濃度升高 所以它就會保存更多的熱 氣溫就會導致全球暖化 So, there is more and more carbon dioxide in the air So, the earth trapped lots of heat to increase the air temperature We call this global warming 是的,全球暖化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可能兩邊冰蓋加速溶化 可能北極熊沒有辦法生存 等等 我們怎樣保育這個生態系 How to conserve our ecosystem One more tip What? Can't hear you? So, in English we call it conservation to avoid excessive degrad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in English we call it conservation 保育生態系的方法有幾個 Serval methods to conserve the ecosystem The first one is to protect the natural habitat 比如防止了山火等等 或者你將 你將行山的時候 你將自己的垃圾帶走 其實這些都是保護自然的生境 Yes So, to remove your own weight and rubbish from the hill when you go for hiking 還有就是保護瓶泥物種 如果你知道有些物種是瓶泥的 那你盡量給它們有一個好的生活 有一個好的生境 So,避免它們真是絕種了 Protect the endangered species 然後第三 使用其他能源 Solar energy Wind energy 太陽能、風能 這些其他方法 就可以替代到我們 燃燒化學能源這個方法 最後 保育生態系 用好你的天然資源 和不要用天然資源 製造這麼多的廢物 行不行 天然資源 好,這裡不說了 前面說了一堆的 這樣呢 我停一停條片 等大家休息一下 I'll let you guy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resume at 25 minutes past 4 4點25分再重新開始進來聽 自己看時間 我不催大家了 4點25分再重新進來聽 你現在可以 去喝杯水 去廁所也好 我暫時停一停條片 好的 OK 我錄回 這樣呢 這一課叫生態系 生態系是由生命部分和非生命部分組成的 它們互相影響 有什麼特點呢? 是自給自足的 穩定的 和動態的 每一個字都有它的意思 自給自足 譬如 我需不需要加 我需不需要在它那裏加些營養 不需要的 我不需要特地加些 加些肥料 它自己就會有自然的肥料 OK 這個中文是非常前置 сожалению 第五頁 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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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頁 第四元 第五頁 第五頁 第四頁 第五頁 第五頁 第四頁 第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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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tra nutrients is needed 不需要加一些新物料 它自己就有足夠的物料 穩定 穩定就是 不會突然間某些生物、某些物種、某些物料 可能某些氮、氮、氮氛炎突然間多了 不斷都是相弱的level Stable, that means the number of species the type of species or whatever the amount of nitrates in the soil and the temperature, the water should be more or less stable they are not changing a lot they are not changing very abundantly not having significant change that means that it is stable OK,到動態了 什麼叫動態呢 就是我們學了這麼多 原來動態就是 一些能量 一些物質 會一路傳遞的 是不是我的蛋白質 我一路不會傳上去 不會傳給其他生物的 不是的喔 我可能吃完 雞 將雞骨 丟給分解者 分解者又會吃到某些動物屍體 那就各自把物質傳遞了 OK, so for dynamic this word means something is moving the material is moving among different trophic levels after I eat chicken breast some leftover some food remains will be given will be thrown away will be given to the decomposer so they all take the materials and the materials is kept on being transferred 好像你有玩一個音樂盒 你是拿著一個盒 一路傳的 但是呢 我們是互相影響 互相一路傳一些東西 可能十個人有十個音樂盒 互相傳遞著 而不是你拿著一個音樂盒 不放手 這種不叫做動態的生態系 行不行 明白嗎 這個 我們必須要把東西一路傳下去 拿新東西 這才叫動態 自給自足的意思是 十個人在玩五個音樂盒 那你一路傳到你就有 傳不到你就沒有了 我不會在班房外面 突然加多兩個音樂盒 給你去玩 令到你們每個人 好像經常拿著多些音樂盒 令到你好像滿足些 不會的 你只是那五個音樂盒 一路傳來傳去 OK 所以我用了 一個 figurative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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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成分 點 有 的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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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s you have to keep on passing, you cannot catch the music box to yourself. For self-supporting, that means it is sufficient to hold 5 music box for 10 people. You do not need the extra music box from the outside. 行不行?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lif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lif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lif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life. You can copy that with a pen or highlight these 3 words on page 4, in the 4th page. So in this book, we have several important parts of the book. The 5th p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book. 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book. It's 3 major parts of the book. They have a common part of the book, for example,a and b and a other. For example, we have a common part of the book. Maybe we have a common part of the book. And we have a common part of the book. So we have some species of life, or other species of life. 那這些是生物A和B之間的關係 OK, so there are some interactions between organism A and B like mutualism, parasitism, and predation, etc. 好了,生物與物理環境之間的關係 譬如,我在第九版, page 9 第九版,譬如溫度、濕度,令到你坐得舒不舒服 光度、食物的含量、風速等等 或者氧氣的濃度等等 都會令到你感覺到在那個地方舒不舒服的 這個就叫做相互作用 So all the factors, abiotic factors, wind speed, light, oxygen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humidity, etc. They all affect whether an organism would like to stay there 好,還有能量流和物質的循環,這兩個都重要的 The point 2 and 3, that is flow of energy and cycling of materials, they are important concepts 那我們去回到20.7的位置 20.7就是第45版 So flip to page 45 page 45 page 45 共享一個畫面給你看 看到嗎? 好,看到嗎? 看到嗎? OK OK 我們就會說生態研習 看一下非生物因子 前面講過 哦,原來我有一堆叫做非生物因子 先掛起它 Study how the abiotic factors affect something 看一下這個非生物因子 就是我們有些東西要探究 是不是? 譬如那個地方的海水 pH是有多少呢? 會不會影響那裡的生蠔 the oyster whether they like to stay in that pH or sea water 這些叫非生物因子 或者風俗 或者鹽的濃度 全部都叫非生物因子 或者有多少硝酸鹽 所以多硝酸鹽 就可能會多些的植物生長 就是這樣 這些叫非生物因子 怎樣影響生境中 不同物種的分佈和數量 不同物種的分佈和數量呢? 我們要想一個方法 可以量度出來 就是說 有人假設 多些硝酸鹽 就有多些芒果樹 例如說 If I have somebody propose If I have more nitrate in the soil then I have more mango trees in this habitat Is it true? 我要找方法 怎樣證明這個人說的是對還是錯呢? 我要有數據 我要有方法量度 明白? 我要量度去的 自然就要有些生態研習的方式了 So to measure we have some ecological study we have some factors to do that 那就探究一下 不同物種的分佈 物種的分佈 物種的分佈 物種的數量 分佈 有些物種會喜歡 在岩石的海岸那裡 會比較浸水 有些物種會喜歡 你喜歡浸水少一點的,為什麼呢? Some oyster may like to live closer to the sea so that they are always, always experiencing the splash of seawater Some would like to stay in the dry area Why? Tell me why they would like to distribute like that 還有就是他們的數量啦 數量其實說了給你聽很多東西啦 譬如繁殖量啦,等等 OK? 好,下一版 我們有量度生境的方法 物種的分佈和物種的風度 So we study the distribution OK 兩款的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of organisms organisms in ha habitat OK 好 我們有兩款啦 分類 可以分兩款 有一種叫隨機抽樣法 就是養方 所以 for random sampling quad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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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do the highlight with me random sampling quadrate 隨機抽樣法 叫做養方 第二種 第二種 叫做系統抽樣法 就有樣線和樣帶 the second category the second group we have systematic sampling for example line transect and belt transect 兩款的 ok 羊方 羊線 羊帶 羊帶 三種 對啦 就這樣 三種 首先會說羊方 first of all I will talk about quadrate quadrate is a square with a fixed area for example 1m times 1m then it is 1m square you just tell me the area then it is ok 有不同的特點 這個我剛剛前面說過 隨機抽樣法 It is used for random sampling 是估計一些植物的 或者不動的 或者移動十分緩慢的 動物的風度 Hala you could not you could not keekngung like kkok ini you cantele i kkok a kkok kkkdj 其他 kkkdj t skinny tell me can you use this square to enclose to circle mankeys when you throw the square to that monkey what would the monkey do Move out of the square Yeah, they will just run away They will just be scared Okay So this quadrat Always remember That this is so important Always remember it is used Suitable for estimating plants In mobile Or even if it's mobile It's moving very slowly Like snail Only these organisms So we will say Oh,既然跑得很快跑得走的動物 可能是猴子 或者一些小狗 其實你不可能用它來量度 是絕對不可能的 只可以估計植物 不動的動物 或者一些移動十分換慢的動物 例如窩牛等等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是讓方經常會考的字眼 可以嗎? 它有什麼特別 或者它有什麼局限 經常說局限 We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limitations 局限就是如果走得快一點的動物 就能量不到 好,就是這樣了 OK 數量。 So you record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kinds of organisms, let's say type A, you have 10, type B, you have 5, then you just record like this, okay? Organism type A, you have 10, but A種類, I have 10, B種類, I have 5, this is a good記錄, 不同種類生物的數量, okay? 那我可不可以丟一次就算了? 丟一次準不準確? Can I just do once? I just throw this quadrant once and pick it as my value? No, I cannot. Yes. I have to repeat the sampling to pick the mean, pick the average value. 我要重複取引,再丟幾次,然後計算平均的 計算平均的 那有些局限, we have some limitations here 那剛剛說過就是一定要走得慢的生物 不適用於快速走動的生物的取樣,還有生物的體型是要細小的 如果你很大隻的話,其實我會找一個正方形狀跨你不住的 第三點就是環境狀況相對一致的生境 通常都會用在草地的,不可以是環境狀況 這個地方就是沙地,另一個地方就是泥地 然後再過一點就是被海浸住的 那這個環境狀況如果不夠一致,你取樣,就是丟個框 每次丟的地方都不適用 即你被海水浸住的地方可能那些植物是大部分都生長不到的 那這些就是不夠準確的 OK 所以, for limitations, I mentioned it's only useful for slow-moving organisms 所以, it's not good for fast-moving 所以, once, the body size of organisms must be small so that this one times one meter square one times one meter square quadrat can circle the organisms if it's too large, then you cannot circle that organism so you cannot measure anything and the habitat has to be fairly uniform you cannot use that for a habitat that changes a lot some of it is covered by seawater some of it has lots of sand some are muddy you cannot do this you have to have the same uniform habitat so that throwing the square for ten times you can take the average value a trustworthy average value 一個信得過的平均值 就是一定要環境狀容放相對一致 好,下一款就叫做醬條 就是條繩 然後每格一米就有個標記 每格一米有一個標記 transact is just an in-elastic string with a mark on every one meter interval in-elastic 那這個樣條有什麼用呢? 樣條 就是系統抽樣法的 用來記住生物的分佈和風度的變化 重點是請大家選擇這個字 這個變化 Record the changes always remember this Record the changes 就是說 這條一定長度的繩 有一定長度的繩 它就可以量度 由A點到B點 一直走過去 我們有什麼變化呢? 譬如我假設 我給你有一條繩 由中國內地的海邊走到沙漠 那你預計有什麼變化呢? 就是可能由濕的地方 慢慢會經過一些溫度OK的地方 慢慢就會去到一個乾的地方 那你就量度一下 生物的分佈有什麼不同的 是會有些情況令它們有些變化的 OK So let's say if I walk from somewhere covered by the seawater to somewhere up on the hill you expect some difference in the abundance of organisms because some are very dry area some are very wet area and if you are on the very steep slope and you don't expect too many trees to grow 好 題外幻問一下大家 我近來再想起以前 中學地理都有聽過一下 在中國 即是在內地 這麼大的地方 你覺得呢 向南邊的斜坡 還是向北邊的斜坡呢 是會有多些的樹木去生長的 in English So in the mainland China Do you expect more trees and plants growing on the slope that is facing the south or facing the north 可以想像一下為什麼我這樣問 在南邊的斜坡 還是向北邊的斜坡 會有多些植物的生長嗎 南邊 為什麼呢 溫度比較暖 為什麼溫度比較暖 水晶氣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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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一下 一個普通的山 水晶氣都合理的 普通的山 為什麼南邊會多 山比北邊更多 從東邊向北邊的斜坡 然後在南邊的斜坡 沙東邊的斜坡 對方向北邊的斜坡 會變得更好 所以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為甚麼?我會說一種原因,我想你給我一種原因為何 我先講一句,我先講一句 太陽照著香港一年很多天都是由東面升起,西面下 但原來它一直照的地方會經過了我們的南面 所以香港以北的地方,就是普遍中國內陸 其實一年到晚都會是南面的陽光比較多 所以第一點是,是從東面升起,而在北面上 但它不會一直走向前面,上方向前面 它會往南面,向前面,向前面 會有更多陽光,當然植物就想要更多陽光 明白嗎?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向北面的山坡 很多時候都會受北風吹得很厲害 會冷死某些生物 又或者 當你凍死了動物 動物不會把牠們的糞便排在那裡 不會此地不移久留 牠不會留在那裡放下一些有機廢物 自然那裡的植物就會減少肥料 減少了一些有機廢物 自然那邊的植物也生長得不太好 所以第二件事是 是在北方的地方 是更多的 更多 當有風吹流 向北方的地方 向北方的地方 所以會令牠們更多 更多的地方 如果牠們更多的地方 the animals cannot survive so they will just run away they will not leave any excretion any organic waste there so without organic waste the soil is less fertile so that in the long term plants would not stay there so you have to consider lots of factors why there are more plants staying there there are more animals staying there 第2個論點 就是 即使植物捱得過 動物捱不過 動物捱不過 那你沒有動物在那裏放有機廢物 其實也不夠肥肥 這個就是第2個點 所以大家考慮這些 植物生不生長的因素 有很多非生物因子要考慮 所以其實前面那裏 可能有八個因素 八個因素是 the abiotic factors from page 9 to page 14 由第9版至第14版 有八個非生物因子 你不需要全部背 但你要懂得分析 原來我分析了氣溫 我分析了濕度 可能北面吹來的風會比較乾一些 香港也是 冬天吹北風會比較乾一些 內陸 光度也會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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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scuss about the temperature the light the rainfall humidity et cetera 對 你不需要 提出所有的因素 但你需要 調查 the situation like what i did just now ok 即是有人會發現 原來北面的植物 是生得少一點的 你看到 其實中國傳統的四合院 要老人家生長得好 或者沒那麼容易病死 他們就會把門 把堂 向南起 向南面的地方 就會曬得多一點 身體就會暖一點 老人家就沒那麼容易凍死 或者身體會好一點 這是一個傳統的智慧 傳統的理論 明白嗎 無論動物植物 都是一樣的 或者那個 牆會擋住 北面的風 接著那扇門 那扇窗 就會開向南面 那些凍風 就沒那麼容易吹進來 這是一個理論 好 我已經說了 但是希望你們明白 我想帶出什麼點 對 兩線 横線 文線 只能在一個方向,你不能在曲線上 然後碰到什麼生物種類,你就記錄它 但不會記住多少棵 你只會碰到,你就寫一個 所以在隱藍通過,任何種種類,你只會碰到 你只會碰到,如果碰到,你只會碰到你 你碰到別人,你碰到別人,你碰到別人 你碰到別人,你碰到別人 You just record the species that your string can touch 行不行? 你只會碰到哪種,寫低,碰到哪種,寫低 好了,我們的表達方式就是這樣 請請注意到數據20.65 在第46項 沿著羊條的距離,我們會按照ABCD 碰到哪種就畫了一波出來,然後再畫到高度 你不畫高度也行 但你只能避免的座位,但你必須要記錄哪種類型的類型你觸碰避免的 好範圍了,對啦 I didn't translate it here, but refer to the bottom of page 46 I study the range of distribution Range of distribution 但是只可以數到那個物種是否在心境出現,不知道數量 Just now I mentioned that you will not record the number So same here, you don't know the abundance But you only know whether the species is present or absent 最後,讓帶 讓帶就是四十七版 四十七版 沿著讓條不同位置知道它的數量 分佈範圍 你看到有三種科法 讓方知道數量,不知道分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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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讓條呢 就知道分佈範圍 不知道數量 明白嗎? 那讓帶就可以兩樣都知道了 oh Oh And the first two methods You know that quadrat would know What help you to tell The abundance You count how many but transect would help you to know the range of distribution you will never know both if you want to know both 如果你想知道兩樣呢 你就要用一種叫做讓帶 transect, belt transect so you know both 數量和分佈範圍 讓大家知道兩樣,不同位置的數量和分佈範圍 你就看著下面了 It's like this It's a quadrat plus the transect So the quadrat can be placed consecutively, touching each other Or place them at fixed intervals So let's say 5 meters For every 5 meters, you have one quadrat And one side of the quadrat is touching the transect So the quadrat is touching the transect So the quadrat is touching the transect 記錄讓方的位置和讓方的生物 So the quadrat is touching the transect So the quadrat is touching the transect 明白嗎? 這個 每五米我放一個圈圈 然後圈圈圈的物種A、B和C 你各自數有什麼數量 How to represent the beta in a kite diagram 用一個妖形圖來表達 So at 0 and 5 meters Along the transect You have two species A 剩下的都是0 所以我們就畫了一個這樣的形狀 可以嗎? 這個形狀其實很容易明白 So this shape would help you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明白 好明白的 沒問題 剩下B和C Species B I also plot it like this At 15 meters At 15 meters I have 8 Species B 8 Species B 我他們有八隻 所以是在這是右 teria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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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oui 跨四格,其他地方都是零的,那我就直接畫個零的給他就OK了 零,這裡,零,這裡,其他都是零,那我就畫個妖形圖出來 好,第三個就是這樣,其實很簡單的 記住,橫向的竹 Remember the horizontal axis is the distance along the transect, you cannot change it to other axis 好,數據收集而 beta logger 可以用不同的感應器,譬如你量度氣壓,風速, pH值,氣溫,濕度,燒酸鹽的含量,全部都可以的 So data logger can help you to record different data, for example, temperature, water pH, soil pH, and And the amount of nitrate, the oxygen content, the air pressure, the wind speed, etc. You can all record every data, every sort of data by data logger 就是這樣啦,這課其實都大致上教完了 行不行? 做第五十版,let's flip to page 50 and work on it 1MC 第五十版 第五十版 有問題嗎? 大家明白嗎? 整課 我前面有些教了,可能有些同學沒有上的,其實我可以重新解釋給你聽 If you have any problem, it was the previous pages, let's say if you didn't listen to my lecture, then you can ask now So what is the answer for this MC? Is this B? Is this B? OK Yes, it's B 答案是 B Oh 解題,答案是 B 就是研究某個草本植物 草本植物比較小 所以可以用釀帶的方式取養的 所以可以用釀帶的方式取養的 So herbaceous plants on a grassland Herbaceous plants, that means a grass-like plants on a grassland So it's small enough so that it is suitable to use a to use a belt transect method So the population of fish in the stream is not Oh, definitely not okay You cannot circle the fish and the fish will swim away 你去量度,第二句 量度 稀留魚的總群大小就一定不行了 你跨不住魚的 你跨不住魚的 那一樣 魚會游得很快 快速移動的生物 所以你是沒可能計的 第三個 泥灘上泥鑼的總群大小 to estimate the population of mud snails on a muddy shore It's okay to use a belt transect Because this kind of snails just move very slowly And you can know the range of distribution And The population size The abundance How many Okay 上個禮拜份功課叫大家做 第五十八版 做了未 現在聽我說一下答案 I ask you to do the self-test on page 58 If you don't know the answer I can tell you now 大家記住 我相信你們也有進入我的Google Classroom 其實在Google Classroom 我會放齊所有 泰國的影片 要的文件 你在那裡找就找到了 開始大家多功課 就是這麼多功課 你會覺得亂的 那你在Google Classroom 就清清楚楚找出來就可以了 So you have more and more Different sets of homework Please refer to Google Classroom I will upload every Word document Everything you need Every video There So that you can take a look And Look for the assignment Very efficiently 好 自我評核 第五十八版 第一題是什麼 Question 1 Self-test I will be done I will be done I will be done 第58版,第一題是D,免得等那麼久了,直接和大家解題 身體演態 就是這樣吧 OK,上山, dunes,山, dunes,那是一種 那是一種例子,那是一種例子 那是一種例子,那是一種例子 所以,那是一種例子,那是一種例子 那是一種例子,那是一種例子 那是一種類型的,那是一種例子 那在沙憂上,最重點的 就是原生演態,你要記得就是 總之沒有土壤、沒有植物,就是最重要是說到沒有土壤 然後就說沒有植物的一些部分,所以它就是原生演體 你需要時間去積聚一些泥土、積聚一些有機物 慢慢泥土後了,才可以生一些高一點的樹木 好,第二句,先鋒群落的建立對於光圖的岩石形成土壤非常重要 是的,這個書已經說了,第二句,其實你真的看書就明白了 它說了整句話 Statement 2, I don't read it out, but it's important in the book You can just read through the book page 寫下就是幾頁,如果你想幫自己找書 就是21版, page 21 In case you want to refer to which page for your revision 原生演體比起次生演體需要更多的時間,才可以達到頂級群落 是的,因為原生演體要很多的時間,才可以儲到泥土,儲到土壤 儲到土壤之後再要令到優勢總可能原本是地衣,原本是鮮 然後後來就變成一些草本的植物,即是矮的草 再遲些就可能變成一些灌木,矮的樹木 慢慢來的,那個優勢總不斷轉變的 最後才可以達到頂級群落 需要時間,廚藏土壤是一個點 第二個因素就是因為次生演體其實有很多,可能是剛剛經歷過生火 其實有很多植物的部分,埋藏了在泥土底下,沒有燒爛了 其實你很快就已經可以變回一個中型的生態系 然後你慢慢儲回有機物,其實很快就會有頂級群落 OK? 所以, primary succession takes longer time because there's there's just no soil you need the succession, you need the replacement of different dominant species for example, initially is the mosses and lichen then later the plants, the grass and plants ferns, grass and then later is the shrubs, the short trees OK? so it takes time to shift these dominant species as it is accumulating organic matter and soil very, very slowly the second factor is that during secondary succession some plants, some parts of plants vegetative parts they are they are buried deep in the soil so they are not destroyed they can establish their the plants very quickly afterwards 所以第一題 第一題 第三題 都是對的 一二三 都是對的 d A is correct for question one question one question two 下圖顯示 圓河以下 的河岸 圓河以下 distance along the river down the river down the river from xyz that is down the river 第二題 答案是什麼? A 答案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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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告訴你 哦,愈多 愈多負殖質 愈多分解者 負殖質就愈多了 我將動物的屍體分解為負殖質 所以答案是A,因為 越來越活動的活動的活動, 他們變得更多活動的活動 所以數量的活動的活動 應該是最大的活動 第三題 聽到嗎? C C 其他人有沒有其他答案? 在哪? 沒什麼人出聲 Any other answers? 58版第三題 答案是什麼? Is it A? No, it's not A 58版第三題 答案是C 答案是C 是C 有什麼? 我選擇那一版給你看看 為什麼 這個 物質的第三題 你看回這個圖 就是元素不會散失的 那有什麼生物 生物的物質為什麼會去回物理環境呢? 為什麼會去回物理環境呢? 因為有分解者 所以有分解者寫一些文字 先進去 Decomposer 分解者 分解者可以把生物的有機廢物 排斥的廢物 把它轉換成一些負殖質 就是全教分解者 物理環境有些負殖質 有些肥料 可能變成安化合物 安化合物又變回 變回燒酸鹽 燒酸鹽為何可以進入 無機的 化合物 為什麼會變成有機呢? 為什麼會變回 為什麼會變回蛋白質 生物裡面的物質呢? 就全靠 全靠生產者 producer 生產者 那你不懂這題 就麻煩你畫這個圖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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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者、分解者 好,第四題 第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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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答案是B 你見到物種Y和物種X 是會上升,爭取食物 然後某一種落敗 它的數量就會變小 總份大小一定會變小 另一種打贏的 它就會越來越多食物 因為物種Y輸了,物種X就會越來越高 所以你應該看到 為什麼答案是B 就是一個會越來越多 一個會越來越少 這個才是正確的答案 OK So for question 4 The answer is B 因為一旦會失去 一旦會贏 你會希望 屬於Y 會有小小的屬性 因為它是失去 因為它是失去 它是失去 在競爭 在競爭中 在競爭中 它是失去 更多食物 所以 所以 屬於X 屬於X 會有增加 在競爭中 OK 兩位八 第五題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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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鷹和鼠 總之 初級消費者 就是吃 初級消費者就是吃生產者 次級消費者就是 吃 初級消費者 所以走了兩次 所以就是鷹和鼠 就對了 所以為何是鷹和鼠 鷹和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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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就是A 那剩下的答案呢 我就是 月報那些我會拍照 也會放上Google Classroom 大家可以對一對答案 自己適合了多少 行不行 今天我先說了這麼多 應該都大致沒有問題了 如果有沒有問題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f I just finish it like today 暫時都可以 自己看一看本書 還有麻煩不要 直接揭書寫得記 才記得 沒問題 好 這樣呢 可以 我斷了 斷了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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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